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的声音来陪伴你 哈喽 欢迎收看不爱就散 老师好 我是方玉 好 今天是家庭主妇片 真的吗 因为今天方玉律师 你带给我们这个感觉好特别 就是我真的受不了 你什么都要留 什么都要囤积 对不对 不然就干脆不要一起住好了 对 好 我先开始讲 这个小小的故事 因为我们今天也带来了 我们自己的故事 就是说有一对夫妻 她其实是家境非常好的 是一个中上的一个家庭 那其实屋子也够大了 屋子够大 但是她太太就有一个状况 就是囤积症 囤积症她是怎么囤呢 她就是除了自己的东西囤之外 自己的东西 旧的东西她都不丢 她全部都把它放了 然后她可能到外面去 她的朋友不要的东西 她会觉得你这样丢掉好可惜 你也都拿回来 那真的是囤积症 她是囤积症 她是看不得人家丢 自己不丢了还看不得人家丢 那她家里小孩的她先生的 她也全部都囤 那家里呢我记得五六十平大 已经算大的了 可是呢她走路呢 就是要这样子闪来闪 没有动线 没有动线 然后呢只要跟太太讲说 这个丢她就会跟你翻脸 只要你说这个我们不要用好不好 或者是有时候他们想说 那我们偷偷把它丢了吧 她其实她太太都知道 所以他们常常为这种事情吵架 那她老公就非常痛苦 那非常痛苦 那要离婚吗 她也舍不得 因为说实在是 他们也是老夫老妻 她就是这个毛病 她其实真的就是一个 全心照顾家里人的一个太太 那她就是有这一点毛病 后来她老公就觉得说 这样不是办法 她还住了一个空间 也让她老婆继续囤放东西 所以呢永远没有离 就是你知道老夫老妻 你就知道东西多少了 因为几十年下来东西 大概又囤到两个屋子 那团了两个屋子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改善这件事 那你就说 她是不是做心理諮商就比较好呢 可是她还是不愿意 所以她完全对她妻子无责 那时候她讲方郁啊怎么办 然后她就是跟我说 她老婆这件事情 其实她精神真的很痛苦 因为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 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沟通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关系下面 她觉得她已经无力可施了 就是说 她一定会那个空间 她回家一定不放松不舒服吗 她不放松之外 有一个东西就是感情没有办法流动 你知道很奇怪 因为空间造成的挚爱 对空间造成的挚爱 真的哦 她可能是空间 她发现她跟她老婆没有话聊 然后她 她完全的 他们的关系里面就好像那些囤积物一样 全部都被冻结在那个状态下 是没有动线的 就是感情上也没有动线 所以她就说 芳玉我真的太痛苦了 那我说那这种情形下可不可以离婚呢 我就开始分析了这些事情 但是她说 可是如果我离婚了 她呢应该没办法活了 她就觉得说 她这个太太完全是依赖着她活 况且她说说实在的 她觉得夫妻的情意都在 所以她也不想要离婚 那因此她就在自己的心理师的建议下面 她有自己的小空间 也就是说她另外租了一个套房 然后呢就来来去去 至少她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因为她家里塞满的都是她老婆的空间 她自己没有空间 因此她就去租了一个小套房 变成她的空间 这是我唯一可以帮她做的 也就是在法律上也好 或者从我自己在做的家庭的工作也好 我觉得似乎对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喘息 那这件事情就是要讲我们今天 老师你是不是也会囤积 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传深 就是如果会囤很多东西的人 然后你在那边跟她看看 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丢了 我跟你讲 她不会回忆你 她通常都直接生气 对 为什么 你不要碰啦 你不知道 我那个是还有用的 对 就是 但是那已经脱离一般人能用的范围 囤积啊 等一下 老师你说 好 你要碰 我现在要把她丢掉 她的第一个情绪就是愤怒对不对 通常 你觉得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她自己也想处理 她觉得好像被看到了 她一直永远无法处理的一个生活加生命问题 因为我觉得会囤的人 我就孤影其名嘛 不是跟我一起生活 我觉得会囤的人 她生活 生命里面很多 很多事情她都积累 她也不清理 好 所以我会 有 老师我骑鸡皮疙瘩 就会囤积 没有 真的我骑鸡皮疙瘩 因为那个囤积 就是说 当你囤积了很多旧有的东西的时候 某个程度你对于内在的东西 你也是用囤积的方式 你不去碰 你就把它囤在那里 还有一个就是关系也会囤积 它是断捨立困难 它在关系里头也会囤积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那对老夫老妻 是无法分手的原因 因为那个东西是囤积在那里的 是解决不了的东西都囤在那里 所以碰的那个东西 它会意味着我正在有一件事情 是被揭露 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囤啦 你没有囤吗 我跟你讲 我只有一个东西 后来我想起来 就是我每一次呢 看到我就留 看到了就留 只有这个东西 我的衣橱已经清过很多遍了 OK 但是呢 我每次会留着这一包 然后这次我说我们两个都要带来 对哦 然后我就打开 又丢了一些 这个主妇时间是什么呢 这看起来很像衣物不是 不用怕 就是各种各样的袋子 不用怕 你觉得我会加什么 做一下 就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像 很像那个 很像是内衣在里面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尤其是这个 某某某品的这个袋子 它只要一出我就买 因为我觉得 这个袋子 我出去我可以挂着 我去泡温泉的时候 我可以放着 然后我有无数这个袋子 我有些我都不好意思带来了 好 这个袋子不错 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可以放underwear 然后这个绿色 不错 以前买那个红色太红了 我刚才看这什么妈呀 离山宾馆 这我不知道哪一年去的 疫情前 这只是我的 大概三分之一啦 或四分之一 反正我有无数个这种袋子 但是我出国的时候 2019年疫情前 我光是工作出差 出国那一年有五趟 5.5趟 所以我大概不到两个月出国一次 我这袋子没有一个在用 我都是用练带夹 练带夹夹起来 清清楚楚在行李箱 我也不想 就是说 这是我唯一就是看了就留 然后留了就不丢的 所以多亏今天要带 我这里面我后来来 以前又丢掉了一半 对 我刚刚看到离山宾馆是说 我留那个干嘛 而且没有用 我又来想说 这个我可以放袜子啊 我现在根本就 我没有再穿丝袜 除非冬天 我也很少再穿短袜 对 我丝袜也会囤 对 但是当我在囤的时候 我就会替他想出 各种各样的用途 这个是我也会囤 这包等等 路还把他丢掉好了 我其实会收起来 你看我囤肌症 他囤的比较怪 你先拿这个 你要先拿这个 这个 我会囤药 我不知道你们会吗 就是 譬如说你敢吗 法官不要看 这样子以后我觉得上法庭 那个公信的形象会有损 真的 没有我要很奇怪 就是吃了 就是可能吃三天份就好了 可是我就会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囤 然后呢 像这个皮肤科的药 我囤了半年 可是我那边应该也有囤三年前的 等一下 你是会觉得说 我可能随时会生病 然后 对 就是譬如说 我这样讲都不好意思 就好像在诅咒别人 没有其实是 就是觉得像退烧药 我觉得挺好的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我就大概 我的退烧药大概可以囤三年 但是应该 我觉得我会囤安眠药啦 就是说我从来不看它的效期 因为有时候你就突然有症就睡不着 对 但这个皮肤科 皮肤科 因为我皮肤常过敏 对吧 所以你的冰箱的那个 边边放鸡蛋的那个下面 那边就有很多这种药包 就是那个有个抽屉 对 那个抽屉 塞满了 然后掉出来的那种囤发 然后呢 当你要 坦白讲 可是如果你又感冒了 或怎么样 我会是去看医生的 也就是囤在那里 我其实并没有用 所以囤这个都脱离现实 对 脱离现实 跟我一天到晚 只要有这个小袋袋 我就把它收起来收起来 对 然后你根本用不到 囤积其实是表示说我用不到 但是我放在那里 我心就安 所以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吵这个讲 有一次我跟一个心理师 在聊这件事 有人认为像我举例 我先生 好了我也抖内一下 我先生好了 终于第一次讲了 我先生呢 买了菜回来 我如果没有把它使用完毕 它其实会非常不舒服 他会觉得说 你那个茄子为什么还不煮 我说可是这阵子忙 我没有时间煮那个茄子 可是他如果那个茄子坏掉了 他就会一直不断焦虑 那个茄子你要煮哦 今天要煮哦 要不然就明天要煮哦 他每天就叮咛你那个茄子 家里的冰箱空了 拜托你赶快买来填满 就你知道哦 囤积的人是在东西有的时候 觉得是自己是心里安心的 那这个就很像我们家的香蕉 你们家的茄子 就是阿嬷会很喜欢买香蕉 但香蕉真的很容易长出斑点 然后变黑 所以它长斑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就会被敲 你要吃香蕉是不是 香蕉 要吃香蕉吗 不用 不用 然后但他的两个孙子都很 就是很 很贴心的孩子 就说好 那我等等吃 马上就剥皮然后切断 但是里面就已经有点软掉 就切 所以就是有八角形 六角形的那个香蕉切块 就放到桌子 不要再打电脑 我放这 你要吃哦 我老公也是哦 就是跟我们家的香蕉一样 就买很多 哦很多 对 然后就是如果开始 开始变成黑胶的时候 就是就不丢 就是一定要大家吃完 对对对 所以有些人就是对于囤积这件事情 是觉得有囤积我心里平安 甚至某一刻可以去回想 是不是我像我原生家庭里头 如果有些贫穷的记忆 所以家里有东西 那一刻是让我觉得比较平安 比较有安全感 可是可能 在另外一个童年记忆里面 东西坏掉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会有点罪恶感 所以每个人都跟童年记忆 其实是有点关系的 我觉得我比较像以前 我第一次看到断捨 就大为经验 但是我觉得断捨里面有讲 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要出国的时候 我都去拿练带甲 我是根本不会想到这个 对 也不是舍不得用 但是后来他就是说 就是说可能我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永远觉得我的胃 我将来会比现在好 所以这些东西我将来一定用得到 我现在先不要用 就是我反射动作 我都拿那个最贵的 就是那个塑胶链带夹 有的时候我看 没有那么大链带夹 还会在那边挤啊 塞啊 然后再把那个链带 就是我的packing会花时间 在这些地方 可能我只剩下一种固定size的链带夹 就是还去厨房拿 就是 其实我想会提醒我自己 我的保养品也会哦 我也会 就是那种什么 比方我这年纪会有那种 六千多块到一万块的精华霜 哦会看了 哦我一定要把它放好 下次用的时候 我记得在这 那我就现在拆封来用啊 但我觉得我将来 我下次再 以后再用好了 就是好像我的现在 为什么我不deserve 用这些东西 为什么将来的我一定比现在更好 才值得配得用这些东西 没有答案 但是就是要提醒自己啦 哎这是真的 我也常在 哎你带那么多 我至少只带这一包好不好 我现在只剩下这个 但我认为这个不是囤鸡 这个 这个不是 这是叫纪念品啊 就是小朋友的 呃以前的作纹啊 然后我就会把它留下来 然后呢 小朋友的这个做 小时候 呃 小时候做的这个陶瓷 我床头也有一个 对 然后还有它 金装不一样 还有小袜子 它小时候的袜子我也会囤 这个都是让我有 一个是安全感 要是安全感 这是我的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囤鸡某种状态 都还是跟你某个心理状态是有关的 所以每位朋友你们倒不妨去想想 这个囤鸡 也就是说做一个没有意识 乍看没有意识的行为 就像老师的这个夹链蛋 好像你根本没有在用 但这种没有意识的行为 对你的生命的那一刻到底指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到时可以想一想 在法律上提一下修婚 刚才你有听到我在讲这对老夫老妻 他其实并没有选择离婚 那这个老公呢 他就选择在自己租一个小套房来住 这个就是叫修婚 也就是在日本称之为修婚 就是说他就在婚姻关系中休假请假吧 也就是说你期休一也可以吧 或者是有暑假也可以吧 就寒暑假你也可以放一下 那在日本他们有个叫做修婚这个说法 就是彼此的角色暂时的中断 不是完全的分居 所以以前我们在好几集就在谈分居 是不是喘息的方法 但是你也可以考虑一种叫修婚 就是角色突然 角色不叫突然 就是有偶尔呢 就是喘息中断请个休假 也有特休假吧 可以你老夫老妻特休假 应该比较长一点 对不对 好那这种情侣下在法律上 可不可以呢 只要你双方有共识 就不会构成我们以前常常在 我们在节目上提到的 不履行同居义务 因为这个是一个你们双方的共识 那他也可以称之为婚姻契约 那我觉得在老夫老妻 如果你们有遇到 大家过不去的坎 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也不到分居 我上一集前几集有讲到分居 你可以试着采取像日本的修婚 也许它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修婚这个方法 听起来它不失为一个方法 是一个形态 好 这囤积真的没有意思 疫情三年 现在没有要出国 每天看着他也是 相看两页不爱就散好了 不要忘了 按赞开启小铃铛 然后希望介绍朋友来订阅 我很希望九月 我们的订阅数能够充上一万哦 谢谢老师 在这里才看得到方老师的可爱 什么 好下次再见 好拜拜 拜拜